台湾虽然很会赚钱 但是人民仍然充满焦虑 只有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和优势 才能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站稳脚步 最近宜兰在凌晨发生了规模6.6的强震 不知道你当时是否和我一样 回想起八年前的921大地震 这场大地震在1999年 带给台湾人生离死别的痛苦 和家园严重的破坏 但是也为台湾带来了第一批搜救犬 这些可爱的狗狗们拥有优异的搜救能力 屡次在天灾人祸中营救宝贵的性命 但是因为缺乏制度性搜救犬的常态编制 让我们随时可能失去他们的协助 一开始就在夹缝中了 大概在三到五分钟的时候就闻到气味了 他的尾巴在一直咬一直咬 然后就是在挖地上来 然后可能在叫 去年12月26号 屏东县恒村发生规模6.7的强烈地震 在地震中受创最严重的这栋房子 原本有三层的五高 在接连发生的两颗强震下 瞬间被移为平地 又叫又挖了 他的伤口就越来越大 整半只狗已经深入到里面去了 被压在房子底下的双胞胎兄弟 全靠这只狗将他们从瓦砾堆里救出来 如果Tiger没有找到 可能我们当时还在挖到天亮 还挖不出来 那我们没有用到很多的器材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找到了 为了奖励他 屏东县长曹启红 特别授与Tiger两线三星的关接 让他成为国内唯一有关接的搜救犬 要说起Tiger的故事 必须从八年前921地震开始 在那场天摇地动 至今想起来还令人胆认心惊的强震中 总共造成两千多人死亡 将近一万栋的房屋全倒 以死亡人数最多的台中县来说 光东市镇的果菜市场就发现298具尸体 有八成的建筑物受到损毁 这次的地震不仅让我们社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也震出台湾许多救灾的问题 长期以来台湾的救援训练大部分都以火灾为主 921地震的时候 消防署成立才四年 不论在救灾的人力或专业技术都非常缺乏 这时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救援团体 总共带了103只搜救犬到台湾投入救灾的行动 在台北的东西大楼 日本的救难员带着搜救犬进入倒塌的楼层里搜寻 南投府里也有法国的救难队用声纳探测器和搜救犬 在满目创意的灾区中寻找生命 国外的搜救团队 凭着先进的仪器和搜救犬 在地震中救出六个差点被活埋的人 也让台湾见识到他们的专业 当时外国来了非常多的搜救犬 当时台湾也看到我们有这个需要 所以就在89年的时候就派 就是有一个狗食品的公司 然后他愿意捐赠4只搜救犬给台湾 然后他先给消防署 然后消防署觉得我们台北市有地方 也可能也有能力来训练这个搜救犬 所以一去先把这4只搜救犬拨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台湾的公家的搜救犬 是从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开始有的 一直到现在 Sandy就是当时消防署从美国引进第一批 通过国际认证的搜救犬 只不过当初的4只搜救犬 有的已经往生 有的已经退休 现在只剩下Sandy还留在搜救队里 去年消防局又添了2只搜救犬 在这里和Sandy一起接受训练 你现在要做什么 搜索 等一下我们要躲 人要躲进来 人要躲进来 然后 就是预先先把人藏起来 然后再 在 在狗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在 在 叫他来找 所以就是跟他玩桌迷藏 对 对 对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玩呢 因为为了玩具 玩具 他们都是为了玩具工作的 你可不要以为他们真的只是在玩桌迷藏 搜救队员为了训练这些狗的专注力 每次都会在训练中放一些食物 或是用鞭炮来干扰他们 只有那些不会受到影响的狗 才能成为一只真正的搜救犬 而这种比例只有4%而已 这样训练 很辛苦 还好 以此为乐 人都要跟着躲在那个地洞里面 对 要躲得越困难 走才会 去尝试他一些 他没有试过的事 今年6月24号 在阳明山有游览车翻覆 当时整晚没睡 负责执勤的就是这两只 刚来台湾没多久的搜救犬 他们和Sandy一样 都是在美国接受联邦紧急应变总署 编码的转业训练 另外 在高雄有三只来自韩国的搜救犬 他们和Sandy不同 是属于欧洲国际搜救犬组织 是IRO的一员 虽然这两个系统在交法上有些不同 但同样都是以游戏来诱导搜救犬完成任务 以搜救队来说 一只训练有素的搜救犬 足足可以抵30个救援人力 一个完整的搜救队一定要有搜救犬 一定要有搜救犬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搜救队伍 因为搜救犬可以补足高科技无法盲点 他的搜寻会有盲点 比如说现场很吵杂 甚至有怪手在住机具在旁边在挖的话 那个声音 生命摊车有的是听那个声音的 有频率的 所以他很吵杂的话就没有办法去侦测 12点钟方向 有一三万代就 准备进入搜寻 自从921地震后 各县市的消防局都会定期举办演习 不再像以前 一碰到地震就束手无策 搜救犬 台湾的搜救犬在这七年 也都有杰出的表现 我们曾经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就是在山里面失踪 然后我们之前的那个 就是已经往生的狗 一直叫应杆 就是我们之前 那是自己面最强的一次搜救犬 所以他曾经就是在山里面 就是把那个 就是他已经找了好久 就是后来出动搜救犬 所以十五分钟就找到 这是应杆往生时 被立在消防队前面的墓碑 上面还留着他以前最喜欢玩的球 虽然他们都非常努力地工作 但是由于经费的关系 这群搜救犬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专属的训练场 而Sandy还是跟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一样 住在非常小的狗笼里 来到屏东 虽然这里住的地方比较大 但是Tag既没有去美国 也没有到韩国留学 而是由陈光明开车 带着他到处向别人拜师学艺 用自己的方法一点一滴训练出来的 很黏我 很黏我的家里人 而且很黏我们的同事 我们在干嘛的时候 他一直就是喜欢在我们身边 然后他训练的时候 他速度会很快 学习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他的专注力很好 当初我在教他跳圈圈的时候 跳轮胎的圈圈的时候 他两三天就会了 那是我们没有计数的时候去教他 那我们就是这样诱导诱导 他竟然学会 那个是我觉得 当初我在刚养狗的时候 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每当搜救犬的经费发生问题 要面临猜测的时候 搜救队总是想办法到处筹钱 为的就是要将这些 好不容易训练出来的搜救犬留下来 我最不放弃的原因还是 这个技术学了好久 就像我当初提了 提了两串的那个灌软猪脚 到北部去 东部去跟人家求知 他不一定会很理会我 那可是你既然吸收了这些知识 应该不是放弃要保留 那狗狗也得来不易训练不易 所以我觉得台湾是在地震带 收救犬还是要把它留着 继续去发扬攻打 陈光明不只要训练搜救犬 平常要出勤的任务 一样也不能少 到了假日还要回到队里 为他们吃饭 不过陈光明一点都不觉得累 原本陈光明要被钓到别的地方升官 为了他们 陈光明还是选择留在这里 因为陈光明对他们始终放心不下 那目前的话都还是临时编组 临时编组 那我最期切希望的是他能够立法 能够去把训练他的人 人员 还有照顾他的人员 还有他吃的东西 还有他所有的医疗保护 能够把它建制起来 建制起来之后当然就是 他是属于我们这个 团队里面的一个合法的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组织编制 那如果说一直没有办法 把它组织起来的话 可能我今天调走了之后 还是我们里面训练狗的人 调走之后 可能这边就没有搜救犬的存在了 那将来我们地震的时候 又依然回到九二一 那时候要国外来支援人 他穿上制服 要跟他敬礼吗 要 要 要 他两线三 有 那你咧 一线四 一线四 虽然 开个在恒春地震中立了大功 过班两线三星 相当于一个大队长的关切 不过他到现在不仅住的没比较好 就连食物也没有比较特别 而且随时都会面临被解散的命运 或许 精速推动力霸 让台湾的搜救犬得到重视 对台阁来说 这样才是最好的鼓励 希望很快的能看到台湾搜救犬制度的未来 让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也变成台湾灾难搜救现场永远的重要伙伴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独立特派员为你深入分析重要新闻背后的公共议题 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部落格发表宝贵的意见